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 甘肃张叶市 19岁的少女林子被人残忍地从下半身拽出小肠 并缠在脖子上身亡 这样杀人的方式放在全世界的闻所未闻 一时间 该案引起当地极大的恐慌 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 17岁的少女小花就被掏场恶魔跟踪 黑暗中被人用手和绳子泪晕 和死去的林子一样 小花的小肠也被恶魔从下半身拽出 还好小花的呼救声被其他人听到 偷掌恶魔也被赶来的路人吓走 没来得及将小花彻底杀死 但小花虽然及时抢救挽回了生命 可身心却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19岁的林子 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好姑娘 由于家庭困难 她来到甘州区一家店里打工 并住在某间民房内 2004年8月17日晚上 几个老人在林子租住的房子附近 发现一名严重受伤死亡的年轻女子 老人们惊恐地发现受害者全身都是血 更可怕的是脖子上还缠着什么东西 乍看似乎是一条绳子 但在老人仔细查看后就发现 缠着脖子的居然是少女的肠子 受害者被歹徒从下半身残忍地将小肠全部拽出 并缠在脖子上 报案后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经过仔细查证 死者就是住在附近的林子 法医认为 林子是先被掐死后 才被拽出场子的 凶手将手伸进他的肛门 再从腹枪拉出场子 最后缠在他的脖子上 林子既没有被抢劫 也没有被强奸 凶手作案的动机相当可疑 而正常来说 犯下如此大案的凶手 肯定会隐藏一段时间 尤其是闹得那么沸沸扬扬的事件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掏场恶魔居然还在顶风作案 十年十七岁的小花 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 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 2004年9月初 小花随村人民某 到其开设在甘州区东街的牛肉面馆打工 而在9月20日凌晨12点30分左右 小花都面拐外入侧 没想到在黑暗中 小花突然被人用手臂和绳子勒住 此时小花大喊着 叔叔 我是人 不是鬼 但是 罪犯仍然没有停手 直到小花感到吓身一阵巨疼 并惨叫了一声 面馆女老板明某 听到一声惨叫 便赶紧跑出面馆 到厕所找小花 但是她却没有看见小花的踪影 明某急得大声呼喊 惊醒的邻居们也纷纷跑出来和明某一起寻找小花 黑暗中 在面馆背后的一个楼道间 人们发现了已经奄奄一喜的小花 明某赶紧上前搀扶 却突然觉得小花的下身 有种滑滑的感觉 低头一看 竟然是一堆肠子 9月24日 虽然离案发已经过去四天的时间 但深受重创的小花 脸部依然肿胀 两只眼睛里充满了黑红色的血丝 脖子上的勒痕 也依然清晰可见 即使吸着氧气 输着液体 但男人病痛折磨的孱弱身体 仍不时地抽出战斗 医生说小花被送来的当晚 医院就对其进行了急救手术 当时经过检查发现 小花整个小肠断裂坏磁 多达两公尺左右 剩余的 已经不到一公尺了 虽然经过全力想救 小花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作为人体最主要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功能的小肠 三分之二被截除 对于人的生存质量是很差的 假如再有其他预料不到的并发症 也就是说 小花仍然处在生死攸关的危险边缘中 而警方那边当然没闲着 他们发现这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段和凶残程度极为相似 于是决定并案侦查 专案组根据五十多天的调查结果 和九名知行者提供的证据和线索 最后确定住在东湖小区的乔建国有重大犯案嫌疑 警方将乔建国的家包围 并准备抓捕 但有过三次服刑经验的乔建国 很快就发现了警方的部署 他将防门紧锁 赋予挽抗 警方如果强攻可能会有所伤亡 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9月23日 状案组决定诱补乔建国 以做尿检为由 要求乔建国下楼 但乔建国并不傻 他始终不开门 并扬言道 谁想当英雄就上来 临死了拉几个垫背的 如果来硬的 我就跳楼 乔建国和警方对峙了好几天 最后专案组负责人与乔建国对话 答应由其木和女友接他去做尿检 9月29日下午4点 乔建国终于同意去做尿检 但刚下楼 便被埋伏的警察抓获 经过办案警察的开导 及反复审讯 乔建国的心理防线崩溃 并且于次日交代了所有的犯罪经过 警方随即公布案件侦破情况 并表示掏场恶魔金被捕 同时表示乔建国还公诉 自己有过三次骚扰妇女的案件 且接属时 乔建国在向警方交代 自己的作案动机时 告诉办案人员 他坐过三次牢 且在牢狱中受了不该受的苦 出来以后又被别人看不起 虽然自己怯盗吸毒 但本不该坐牢 现在他已经被社会遗弃了 他的青春也浪费在牢狱之中 而他被遗弃和浪费青春的一切根源 都是这三次牢狱生活造成的 因此他痛恨社会 所以常常想着以残忍的手段 报复社会 报复不愿意跟他打交道的妇女 最后 他将报复的目标 选择在那些无辜的女性身上 8月11日 在附近赚优的乔建国碰上了林子 他见林子独身一人 便上前与林子搭话 当时林子拒绝了乔建国 但乔建国依然强行要求林子与他约会 约定的时间到了 却没有见到林子 乔建国在大量酗酒后 开始到处寻找林子 并且于当晚10点左右将林子从宿舍拽出 冒着大雨和泥泞 将林子拖到一片小树林中 并将其掐死 随后害怕林子醒过来报案 于是在没有找到凶器下手的情况下 乔建国对林子实施了残忍的掏场 直到确认林子完全死亡后 便返回家中 至于差点杀死小花一案 则是声称报酬时认错了人 乔建国在甘州区某酒吧训酒时 参与该酒吧一女服务生发生过争吵 为此乔建国怀恨在心 一直突抹报复并多次跟踪女服务生 但由于受到干扰始终未能下手 9月19日深夜 乔建国在酒吧大量酗酒后 在东街某牛肉面馆附近 遇上了正好准备出去接手的小花 醉酒状态的乔建国看到小花的身影 与曾和他吵过架的女服务生特别相像 于是尾随小花好趁其行凶 直到小花带着当地口音的尖叫声 让乔建国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但他害怕小花报警 于是将其掐晕 把她从厕所旁拖到究竟的一个楼梯口 对小花实施了残忍的掏偿 赶出来寻找小花的老板娘吓跑了乔建国 她趁着夜黑人静迅速逃离现场 然后回家睡觉 但是尽管乔建国是最有可能的凶手 但该案存在许多疑点 这导致法院最后并没有判死刑 而是判了死缓 疑点实在太多 且讨论空间实在太大了 这边就不多做讨论 但根据众多疑点来看 这个掏赏恶魔或许不是乔建国 更有可能是团伙犯案 甚至是乔建国的哥哥 倘若真的如此 那这群人直到现在 还躲在人们看不到的角落中 躲避着罪行 苟且偷生的活着 喝不水 就好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